白人松出生于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央视主持人 他的主持风格意气轻松快乐富有趣味 因此深受观众喜欢 他先后主持过感动中国新闻周刊新闻一加一等节目 白人松在我们眼里一向不苟言笑 但是在他骨子里还是透着一股娱乐和恶搞的细胞 当年在中央电视台内部的春节晚会上 他的一句话把当时四座语惊 朱红军是白人松的妻子 两人曾经还是同室友 妻子不仅长得漂亮 而且还是一个非常有才的才女 两人结婚以来相亲相爱如宾 同时他们也是大家公认的模范夫妻 俩人当年认识时因下班太晚没吃饭 白人松体贴的在路边买了一个红薯送给了朱红军 并深情的对妻子说 对不起我穷的只能请你吃烤红薯 虽然是一句玩笑话 不过因此让朱红军非常感动 同时也可以说一个红薯定情缘 结婚多年的他们如今 儿子白青羊已经19岁了 不过儿子美女之间与爸爸气质非常相似 俗话说虎读乌犬子 他当年读高三时就是伦敦某名校的预备生 可见呀他是一名十足的学霸